朋友们好 很久就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们继续向下学习 我们下面的这个课程 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主要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PBT 我们今天这个课程 终于进入到我们这个比较关键的环节了 直流电击的那些事 咱们这节课说说这个HQO启动电路和电机启动芯片的这个介绍 那么这部分内容呢 主要是针对这个我们这个麦子学院这个物联网开发板上的这个启动芯片和启动电路讲的 我们飞机上这个电路呢 后续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说 因为飞机上电路呢 相对来说比这个要简单 所以呢我们先把这个复杂的讲完之后 简单的大家自然就会了 说到这个电机呢 宏观带上的这个定义 也就是说广义上的定义 是凡是能将这个电能转发成机能的装置 就叫电机 不管它什么形状什么样子 所以呢凡是能量来源于电能 有一部分能够运动的装置 里面必定有电机 这个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我这句话说的对不对 那么电机的分类我们了解一下 按照这个工作电源划分呢 呃就分两类交流电动机和这个直流电动机 交流电动机很显然就是我们常用的这种工业的 它是直接从220伏叫单向的交流感应电动机 或者是380伏就是三向的交流感应电动机 它是直接直接从220伏或者是380伏取电的 那么电源直接过来就直接用不再经过变换了 所以就是直接从这个电网取电用的 我们对于我们来说呢更常用的是这种直流电动机 因为交流电动机的话它的功率都非常大 啊负载也比较重 呃我们常用的就是这种直流电动机 但我们飞行器上的肯定就是不会是交流电动机的 因为我们是电池供电 啊这个电池它是直流 然后呢这个直流电动机里边我们 呃非常常用的就是我们这个永磁直流电动机 啊永磁直流电动机呢又分为这个有刷电动机和无刷电动机 啊直流有刷和直流无刷 那么有刷和无刷电动机最开始是先有的有刷电动机 然后因为有刷电动机它那个电刷呀 会产生噪音还有幻象啊等等这些会产生机械损耗 然后人们呢后来又在这个基础上又进行一些改进 发明了这个直流无刷电动机 也就克服了有刷电动机的一些缺点 那么这个无刷电动机呢也是应用的非常广泛 像我们这个机械硬盘里边的电机就是无刷直流电动机 啊转的转速非常高 而且呢没有什么噪音大家也可以体会到 有刷直流电动机它的这个基本原理就是这样的 它的这个呃电书也就是说它的这个转子啊 是由铜铜的气胞线啊一圈一圈绕绕绕制的 然后它的定子就是永磁铁啊 永磁铁它是磁铁石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俗话来讲 然后呢它是ns级呃对称的 那么中间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电书线圈 然后这个地方是幻象器 那么当你外部通义直流电压的时候呢 这个线圈里边就会有电流 这里边只取了一杂啊 实际它的电机电书它有很多杂的 一杂电流的话根据这个安培左手定则 那么掌心向上 然后n级穿透掌心到s级 然后四指指线电流方向 拇指的方向就是受力方向 那么上面这个线圈受力是朝这个方向的 那么同理下边这个线圈受力是朝这个方向的 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转举 就拉着这个线圈转 转了之后大家发现 当转过这个平衡位置的时候呢 这个线圈就上下都不受力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靠机械惯性摆过这个平衡位置之后 那么这个线圈受力方向呢 要发生反向这个线圈能继续转动 所以这个时候就靠这个幻象器 幻象器到这个的时候刚好是平衡位置 平衡位置的时候这个线圈受力就平衡了 然后靠惯性摆过来 然后这个线圈这个幻象片幻象之后 电流方向变化继续受力继续转动 这个直流有它电机转动的原理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呢它这个很关键的地方 就是这个电收拉这个幻象器 它要在这个摆过平衡位置的时候 靠惯性使这个幻象器运动之后 这个触点这个地方就从A触到B 然后这个电流方向放上变化 才使得电输得以继续的运转下去 那么所以这个部分是非常容易损坏的 因为它一直不停在摩擦 并且它的机械噪音也非常大 所以直流电机转起来就嘶嘶嘶嘶叫嘛 这是它的一个基本原理 然后呢我们飞机上用的是这个空心被电机 然后同学就说了 哎老师我们飞机上 就无人机上用的大部分都是空心被电机 你给我讲直流电机干嘛 其实呢这个空心被电机 它是重属于直流电机这个分类下面的 那之所以叫它空心被电机呢 是因为它没有铁心 我们上面讲的这个 广义上的有刷直流电动机的话 它这个里边为了呃 增强磁场 它是在这个里边 线圈是绕在这个铁心上的 然后呢 这是最常用的这个有刷直流电机 它这个里边用铁心来支撑的这个线包 用铁心来支撑这个铜线一圈一圈绕下去 大家有兴趣的话 拆一下呢我们那个男性常用的这个TQ刀 里面这个电机拆开之后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么样一个结构 它里面是有这个铁心的啊 然后空音被电机呢是因为这个 有铁心的话 就会有铁耗铁耗的话 它有一部分是发热了 还有一部分是这个磁制回损耗 那么就包括这两部分 呃那么有这个损耗之后呢 它很显然 就有一部分能量消耗在这个体型里面了 消耗能量之后它就会发热 所以这是空音被电机比比这个通常意义上的这个直流电机的一个好处 就是它发热会小 能量转换效率高 因为它能量没有用 用去发热的部分小了 还有个就是它的机械性能会优越一些 因为它没有铁心 它的转动光量就非常小 所以它起停啊都很快 所以它的性能要优越一些 那么正是因为如此 这个空音被电机呢 就广泛应用于这个飞行器当中 啊 这个地方 小小的一个改进 把这个铁心摘掉之后 那么对于这个电机的结构上呢 也会进行一些优化 优化之后呢 这个性能就比普通的这个 有铁心的这个直流用磁电动机要好得多 所以呢 这种电机广泛应用在我们的飞行器当中 包括我们这个很出名的这个大疆啊 还有其他国外的一些飞行器 包括我们国内的小米啊等等 还有一些淘宝上的各种 这个DIY的飞行器啊 山寨飞行器啊 都是用的这种空心被电机 那小四轴六轴啊等等这些 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直流电机的这个驱动方式 最常见的调速和幻象驱动方式就是这个H桥 啊 驱动电路 这个H桥是 因为它的形状是H型的啊 跟这个拼的这个手字母比如说跟这个黄没有关系啊 这个H桥就是形状向H 因为它有四个管子组成 Q1 Q2 Q3 Q4 这个形状加上电机刚好是一个H型的啊 不是黄色哈 就是这样一种形状 那么这种驱动电路呢 它可以呃 调速幻象 非常方便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它是如何幻象的 就正常来讲呢 我们这个部分是电源啊 这个部分是D 然后呢 这两个管子很明显Q1和Q2不能同时导通 为什么呢 Q1 Q2同时导通的话 电源直接过了这个管子 直接到D了 那么这两个管子都会被烧掉 所以只能是Q1 Q4导通 或者是Q2 Q3导通 同时导通 或者是Q1 Q3导通也无所谓 因为电源过电机这样 它是不会有电流的 或者Q2 Q4同时导通也无所谓 D这样它也是不会有电流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一种电机的 顺时针旋转 也就是说Q1导通 Q4导通的时候 那么电流是从电源正极 经过这个Q1管 然后由这个极电极流向机极 然后再从这个射击流出 然后经过电机 然后再从Q4管的这个射击流入 然后再从它的这个极电极流出 这么一个过程 啊不对这个Q4管的这个地方也是极电极 从它的极电极流入 然后再从它的这个射击流出 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电极就顺时针转动 那么逆时针转动呢很显然 Q2 Q3导通吧 从这边流过来 然后经过电极 从Q2流到D 这是一个电流的回路 那么除此之外呢 电极有没有其他方式呢 肯定是有的 如果我们把Q2和Q4同时导通的话 Q1 Q3断开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 相当于是电极的一种特殊工作模式 叫刹车 为什么会有刹车模式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哈 这个坐电梯的时候 大家都有这个感觉 你从一楼上到十楼的时候 电极是对你做工的 因为他把你从一楼拽到十楼 这个时候电极是消耗能量的 那么当你从十楼下到一楼的时候 电极在干嘛 实际上是你对电极做工 因为你的重力势能 转化成电极的动能了 电极此时在刹车 当然那个呃 电梯里面用的是交流电动机哈 对于我们直流电动机的 也有这个问题 你上坡的时候呢 是电能转化成你的势能 可是当你下坡的时候 就是你的势能转化成动能 动能最终就转化成电能的过程 也就是说下坡的时候 这个电动机就变成发电机了 那么你不会想要下坡的时候 速度失控了 所以你要对它进行速度控制 速度控制的话呢 就是有这个刹车模式 刹车模式的话 你把这两个管子Q2和Q4导通 或者Q1和Q3也可以 但是我们习惯性的导通这个接地的这一端 Q2和Q4导通之后呢 这个电机 你强迫电机转动之后 它这个环流是这样的 这种模式下呢 如果是电机带有减速器的话 那么你想转动这个电机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这是刹车模式 把这个Q2和Q4同时导通 刹车模式 这个时候电机是很难由外力驱动的 因为这个时候不给它通电 然后这两边都是暴死状态 所以这是刹车模式 那么我们物理网开发板上这个电机驱动芯片呢 是这个L9110S 然后它的一些特性 这是我从芯片手术上摘下来的 那么大家看一眼 比较突出的特性是 尾通道就有800毫安连续的电流输出能力 这个接近抑压了也是非常不容易了 宽电压范围 然后呢 引脚电瓶 TTL CMOS兼容可直接接CPU 非常happy 不用搞一些电瓶转换了 然后输出内置前面二级管可用于感性负载 这不废话吗 当然是感性负载的 电机都是感性负载 然后控制和驱动集成于单片IC当中 这个是我们比较关心的 工作温度呢是-20到-80度 -20度到80度 还没达到工业的芯片程度 然后这个电瓶系统芯片 它的这个真值表 就是说 IA和IB OA和OB 那么IAB 有两种方式嘛 它要么就是一个高一个低 要么就是两个都是低 要么就是两个都是高 所以呢这个表列出了这个所有可能 那么当 A是高B是低的时候 它是 比如说是顺时真转 那么当A是低B是高的时候 它就是逆时真转 然后两个都是低的时候 这就是刹车了 两个都是高的时候 这是一种特殊的模式叫高组 高组的话就是相当于 与电机断开连接了 那个地方输入阻抗很大 大约有几百KO到几兆的程度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是高组模式 这个模式呢 大家可以忽略 因为我们比较关心的就是转向和刹车 高组模式实际上用的不是特别的 基础到的不会是特别多 高组模式相当于就是断开了 与电机断开了 那这个这是这个 系统系统的这个内部框图 也是从行面手册上接下来的 大家跟大家说一下 这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真质表里边这个IA和IB 这个地方注意一下 5K和10K分压之后 10K下拉到D 这是这个10K的下拉电动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为了保证 当你IA端悬空的时候 这个管子的积极一定是接地的 它是不导通的截止的 防止这个 这段悬空的时候 有一个外界的高频干扰阶段之后 这个管子导通 电机转了一下 那就受不了了 那边万一有人在检修 你把人嚼死了 当然我们这是直流电机哈 它驱动的功率比较小 那划伤手也不划算啊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下拉是为了保证安全的 然后呢 这两个电瓶进来之后 通过这两个管子 这个管子相当于 这边再加个VCC上拉电子的话 这是相当于一个飞门实际上 然后呢 这里边具体是什么电路 我们不去管 这里边是控制驱动电路 也就是说 根据这两个 引脚IAIB的状态 它生成这个 控制这个 OAOB的这个状态 这个OAOB 大家看一下 1 2 3 4 这不是就刚才我们说的H桥吗 只不过他把电机拉到外面来了 把电机放到中间 这不刚好就是个H型吧 那Q1 Q2 Q3 Q4 它这个控制电路呢 会自动形成保护逻辑 这个Q1 Q2 就是同一侧桥背的这两个管子 不会同时导通 然后只能Q1和Q3导通 Q2和Q4导通 或者是 这两个导通就是刹车嘛 好 然后 这个框图 讲完H桥之后 大家应该一看就明白了 这个中间的控制区中间路 就是刚才我说的 形成这个 H桥的这四个管子 导通这个时序 那么它有这个死区控制 就是这两个管子 中间导通的时间 会有个时间差 防止 防止发生这个 fire in the hole 是吧 VCC直接到地 那这个片子就烧掉了 好 那么我们这节课呢 呃 主要的内容呢 就跟大家讲完了 那么大家可以回顾一遍这个内容 呃 H桥这个 有刷直流电机的这个基本原理 啊 空性被电机 为什么好 我们为什么用它 还有这个H桥 驱动电路的基本组成 那么 这是这个基本形式 如果我们实际应用的话 可能还有一些 比如说外部的这个驱动电路啊 甚至是光网啊等等 这些都会有的 这只是个模型 那么具体到电路的时候 我们再分析 然后呢 因为有了这种集成的电机驱动芯片之后呢 我们可能 像这种形式的 我们外部的这个驱动电路就 简单多了 如果我们 直接用这个 CPU的这个IO口去驱动这个H桥的话 可能会有点困难 所以它内部有驱动控制电路了 那么这种集成的芯片呢 就比较好用 好 那么今天的课呢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